他致命的缺点是什么 高老师预算15万左右 能买什么样的二手奔驰 主要是跑高速 一年3万公里左右 女生凯有推荐吗 15万块钱买的奔驰 基本上都是老咕噜棒子呀 宝贝 如果说能接受宝马的话 咱最起码能买个现款的 G系列宝马三系 20款的325i 咱整个红色的 4年跑了2万公里 4加1手全程记录的 这不满满灯灯吗 但你如果说非得买奔驰的话 只能延远就奔驰C旅了 但是这属于冷门车 你在董事DT系个二号车平台里边 巴达的时候 千万变买贵了 18年2-3万公里 4加1手全程记录 Z级旅行版9AT的变速箱 跑高速不止省油 作为旅行版后备箱还特别能装 但它致命的缺点是什么 是个老款 W205的奔驰C级 10年前的设计语言的宝贝 如果你想干GLC15万左右 虽然也能买到1617年的 但它也是老骨头棒的老款了呀 不妨你看看141516年的宝贝 马看156个 也能整到一个5万公里以内 全程记录4加1手了 这玩意毕竟现在还是现款 10年没有换贷 所以吧 15万左右真没啥可推荐的 稳定耐用 还有点小牌面的二手跟持了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出来 我能给你们回答的明明白白 感谢你们的陪伴 散会